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邓超颁奖迪丽热巴 神仙有意在线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娱乐圈备受瞩目的两位明星 邓超和迪丽热巴 邓超代表着中国影视领域的精英 而迪丽热巴则是时尚领域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出现成为了众多粉丝关注的焦点 当他们在微博之夜再次同框时 场面感人也引起了众多粉丝的热烈关注和期待 热巴对邓超说 好久不见 这句简单的问候充满了真诚和温暖 虽然两人在拍摄奔跑吧 兄弟时已经有过合作 但这次再次见面仍然让人感到激动和兴奋 不难想象 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深厚的友谊 这种友情是时间和距离无法割舍的 过去的六年中 迪丽热巴从一个青涩的新人成长 为了一位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邓超也在影视界中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 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也得益于互相的支持和鼓励 邓超与热巴这样的跨界明星 为中国娱乐圈带来了更多的新气象和更高的水平 我们期待热巴和超哥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 他们的合作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感动 总的来说 邓超和迪丽热巴的友谊 让人感到羡慕和钦佩 他们的成功不仅来自于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更离不开对方的支持和帮助 相信在未来 他们的事业和友情都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